哈囉 大家好 我是老師頭 唐慧環 這個是我們小編師 戴紫翔 嗨 大家好 我是紫翔 很高興 我們今天有十來之久 喝個痛快 開始 先吃 收到 收到 我覺得我一定要先添肚子 沒問題 沒問題 先吃 蝦木桶成葡萄蒸餾酒 這前年做的 它的果乾香超明顯 它不是那種甜香然後到底 它後面還會回一個就是葡萄籽回來 然後有點重啟味的感覺 感覺還蠻搭配我們今天的主題的 果乾味真的是很明顯 但是我覺得再放一陣子應該更厲害 又更好 對 不過這邊有個小提問 它後面是寫 白藍蒂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是白藍蒂 它補到蒸餾酒 果香木桶不就白藍蒂 想說這應該是我們這邊的第一支白藍蒂 這個是李子米酒桶 所以它果乾啊 莉亞鹹的味道 可能會以後會跑出來吧 應該啦 我在想過 不敢保證 有很多支酒放著放著 就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香氣跑出來 好 下一支了 下一支 下一個它們其實是一個系列 夏木桶成歡喜酒 這支呢是平生葡萄酒廠 過過嘉烈葡萄酒的桶子 然後再來過第二支 前一次呢 顏色更深 然後葡萄色更深 那這支現在葡萄味有 但是沒有到那麼那麼滿 葡萄酒桶跟歡喜酒這個配比 好像很受大家歡迎 我記得上一支也是秒殺 會秒殺的東西 其實大概一開始裝便就很甜 然後香 我形容那個叫做腰 我覺得那太多了啦 你會膩啊 這樣子會比較輕鬆 然後比較有個性一點 剛剛跟剛剛喝的那支很像兄弟 那支很布蘭蒂的感覺 它比較刺激的部分有點像是水蜜桃的味道 喝下去才誇張好不好 你那支順 剛剛那支 54.855度 這支是62.5 62 嗯 62比較順 整體的味覺上我覺得 這兩支是同一個調形 就是白蘭蒂風格 味道很舒服 然後不具有攻擊性 舒服的一支酒 這支夜深冷靜蠻適合配電視 應該蠻容易喝啦 下一支 這兩支介紹起來就是一個即將封存的 裝瓶完以後 平成的時間 我覺得現在是最適合喝的時候 整個很軟 所以它的一跟二分別是 就兩個桃汁不一樣 那這兩支的特性就是 有清炒味的 常常形容就是感覺好像 躺在晴天缸的草皮上那種 喔 我的天啊 地瓜酒配炸地瓜 後面會有一個味道這樣炸出來 68度喔 在前面就很炸 因為我會挑這支 這支是1號 你看也知道了 這支喝的比較多 第一款比較油比較肉 第二款比較麻一點 第一款是蠻適合的 而且畫面感十足 就是那種草皮跟精類的東西 這兩款都要封存 大概九盞後吧 okokok 對 我們九盞大安店會開 沒錯 我們九盞大安店會開 然後封存的東西不會帶 所以來這邊 來這邊試喝 它一樣有折扣 我這個個人非常喜歡 強棒 這支的強棒 我覺得這支是 這支我最喜歡的前面幾名 喔唷 因為喝起來實在是太帥了 香木桶成羊桃米酒 它的桶是四谷 四谷是模仿美國波本桶的原料 然後去入那個美國百相木桶 奶油味 深湧牛奶糖 對 深湧牛奶糖 在前面 在很前面 太猛了 然後重點是我抓不到羊桃的影子 很努力的聞都抓不到那支羊桃米酒的影子 這才可怕 不過還有一個重點 最大的重點是它的酒精感超級低 對 你會覺得很容易喝 不知不覺一瓶就不見了 但是它59.3度 都不知道它的酒精感去哪裡了 它是屬於單喝型 它不用配任何東西 所以它最後面還有一點堅果的感覺 油油的 這支是王牌 它很多嗎 還是不多 我忘記了 下一支 大家看起來這個顏色好像過香木桶 Oh my God 不是 不是過香木桶 大概從前年吧 鐵粉就一直敲碗 新鮮玫瑰 新鮮從高雄 冷藏宅配直送 前一天摘了直接送 第二天早上就入桶泡酒 好奇的問一下 這支的泡玫瑰 它是用什麼來泡的 高粱啊 前面那些彩微型 都是屬於勤酒製成 就投入跟酒一起去蒸餾 把它精油萃取出來 然後跟著酒 就是類似勤酒吧 Holy 很讚啊 水果擁隔的味道 很香 很玫瑰啊 超香的 但是那個勤酒製成是 比較隱約 讓人家要有聯想力 這個就非常的直白 很舒服很放鬆的味道 正式上市的度數是 我看一下 47.5 很peace的度數 核已經是其次的事情了 是聞比較爽 而且我會想要把這個味道 加在牛排上 牛排 要是我的話 我就會想 你把臉在香草冰淇淋上 喔 我覺得應該是很厲害 這個更邪惡了 哈哈哈 很柔耶 它在舌頭上面就已經很Q了 它的口感就很像在吃小熊卵糖 你知道有個東西壓在你的舌頭上面 但是 你不會覺得它有什麼攻擊性或是什麼 入喉也是 對 更不用說它會不會沖酒精杆 雖然說它是高粱 大家都會擔心說 會不會回沖一個酒精杆上來 但是不用擔心 非常舒服 很配話 很適合聊天的時候喝的一支酒 讚讚讚讚 舒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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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癒放鬆 這個是 目前是預告 然後大概兩週 大概酒展前應該會上市 好爽喔 那是福音啊 它其實後面還有一支 馬告高粱去泡馬告 一缸一揉的那種反差 那個就是非常的爽 非常的衝 好 繼續 好 好 很可怕耶 這兩支 這兩支很危險 這兩支呢 一支是62度 然後一支是76度 之後的骨圓完全就是走自由落菌的線 那個一年大概就會出一兩個批次啦 就是不會做那麼多的實驗型 就是完全都是走自由落菌的線 這樣子產品線切割會比較好走 然後我們先走這個62.5度 當時新酒上來大家試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它很有那個老高粱有的輸廚味 有點像乾乳酪 有 乾乳酪 嗯 巧達騎士那一種 自由落菌的空間感來自於它周遭環境的菌所賦予的 那我那個環境做渠的菌已經去一桶 因為周邊是禁止去清潔它的 所以周邊的菌就是維持那個樣子 我們自由落菌就是端無採渠 鴨渠 然後只做一瓶 這樣才酷 它今年是酒標改成螃蟹為主題 以後每一年都會有不一樣的主題做酒標 螃蟹的酒標很可愛 就是很豐滿很水潤 以前我們用做酒標的時候 大概都是用宣紙去印 沒有很多宣紙 然後裁完了以後的廢料 老爸就喜歡拿來花 就是國化酒的由來 你來大安或者宜蘭店會看到很多國化酒 那是好像買三萬就送一瓶 後來買五萬送一瓶 後來一百年走的時候 大概留在外面大概擺了一瓶吧 你喝大腸的東西 它會想辦法去掩飾這個趣味 如果你想要認識什麼是趣味 這個才是完全無修飾的趣味 這種味道它其實都是一個 原製一個榻榻米的味道做顏色 你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在作曲的時候下面會鋪造成 對它就是會有演一些鋪造感去 多少都有一點炒料味 很香 你看這個就稍微更有個性一點 然後蔥筆感就更多一點 其實這個自由洛菌這兩隻它都有帶一點奶味 乳味 讓它的那種我們說的老味沒有那麼的乾涩 已經不是油潤是滑潤 它這個六十幾度喝起來像四十度 這個喝起來才像五十八度 好不好 唉呦對 然後七十幾度喝酒感才像五十八度 那很誇張那就是油 太油了 有一點多汁 這一隻 試試如意 我覺得這一隻它最厲害的特點是 它跟往常的水果米酒完全不一樣 不管是香氣的表現還是口感 因為之前的水果米酒它可能還是 會很強調它的穀物香氣 對可能有的像是白麵包 有的像是飯糰糯米飯糰等等 那這一隻的話 真的要講起來比較像上一隻那個 栗子的有點像奶油餐包 我個人覺得是乾淨啊 對 乾淨 甚至有點想把它拿去入桶的衝動 它這個有個微蜜香 嗯 就是那個甜度的口感 我有點覺得鬼斷 欸 真的像蜂蜜耶 對啊 微蜜香 我覺得這一隻是一個很標準的開胃酒 吃飯之前喝一小杯 不用加冰也不用加青放水 三姑里的一家人 沒錯 三姑里的一家人 這個原料是用黑肉糙米 這個的主人也蠻有趣的 它呢 下面寫了兩行不明顯的小字 我沒有醉 是因為酒壞壞 感覺就醉了 就是黑肉糙米做的特色就是 蠻常會有那個紫米飯糰的味道 然後有點甜點 然後甚至有點涼感 這隻就屬於甜點 涼煙糖 涼煙糖 對 有點涼感 非常準確 我記得在拼飲會的時候 已經先出掉物質了 剩 應該剩架上 剩架上了 真的剩架上了 剩架上了 兩次 哇 搜尋一下 三姑里的一家人 這隻不是在開玩笑 喜歡跟農不滿 減少碳豬雞 折托從他家雞到你家 好香喔 你們要做幾個位置 好 喜歡訂閱按讚分享 謝謝 下次見 下次見拜拜